黎巴嫩大爆炸是一场生命浩劫 也是一次文化劫难 至少有600栋历史遗迹面目全非 国际机构正在抢救百年老建筑 保守估计至少需要几亿美元来翻修和维护 不过这波灾难却也振行了政府的保护古迹的决心 政府表明会加快脚步审批翻修老建筑的准证 以精美建筑艺术闻名全球的贝鲁特 似乎逃不过一再销毁又一再重建的轮回 躲过了内战 避开了地产大鳄产平旧社区的厄运 残留的历史建筑却在三个星期前的那场大爆炸中 面目全非 港都的发展轨迹总是从港口蔓延开来 保留了鄂图曼丰华和法国托管时期 欧洲一序的旧街区 偏偏最靠近爆炸点 一切化为成烟 不过鹰架和防水部遮掩了一栋又一栋的旧楼 一场华丽转身正在酝酿中 走进一个160年历史的大宅院 继承人原本打算把组屋打造成25个房间的精品酒店和艺术馆 前屋倒塌加上艺术品失踪 损失可能达到150万美元 或许经历了太多战乱与离散 废墟中的黎巴嫩人依然不屈不挠 热爱贝鲁特的不止黎巴嫩人 这里蕴藏了丰富的历史风华 一场爆炸破坏了600多座历史建筑 大约40座随时坍塌 如同在国际文化界的心脏掏出了一个洞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法国大使馆和建筑师联合会 正出潜出力填补这个空虚 在一片支离破碎中 黎巴嫩政府聘凑出了保护文物的决心 财政部长月初下令 任何历史建筑交易买卖 必须先得到文化部批准 以免各界迅思滥用 贝鲁特省长也禁止发展商 在历史城区盖新建筑物 同时会加快发出准证 让民众翻修老建筑 贝鲁特省